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人类不消量的节目 本期的内容就是好物分享 分享几双我最近买的平价好鞋 平价好鞋 不是吵架好鞋 作为一个时尚趣爱的主 我到现在好像没有买过什么吵架鞋 一些这种AJ 椰子里面没有去买 有些鞋子确实真的很好看 但价格真的太高了 就吵起来我觉得就没必要 有时候看多了 反正冷一冷也就感觉也就那样就没有下手 那么带来几双平价好鞋 这双阿迪达斯的贝壳头 阿迪达斯我也真的好久没穿了 上一双阿迪达斯应该是我打第一的时候 那么上一双贝壳头就更遥远了 在我高一还是高二的时候 大概距今有个七八年了 大家上一双贝壳头是什么时候呢 可以在弹幕里打一下 贝壳头真的是 一看到这个鞋型就那个年代的感觉就来了 这一双是阿迪出的一个解构的贝壳头 是它官方出的 而且售价很便宜 我这期评价嘛 这一双的售价我当时做完活动 还有送搭配一双袜子买好像才500多块钱 具体我在屏幕里打出来了才500多块钱 但它现在发售价99 因为疫情很多牌子都在打折 当时就500多路了 真的超级划算 因为像这种解构款 官方其实感觉很少出这种设计感很强的这种东西 因为官方出的一些东西还是会比较稳一点 一般联名款才会更偏设计一点 然后这一双它是结构款 它还有两个鞋型 我买的是其中一款 这一款我觉得稍微好看一点 因为另一双的话好像结构的 把这个三根杠的露出来了 我感觉没有结构难位了 那这一双 大家先来看一下外观 外观它整体外观 这一双普通款区别 就是它在鞋面的这两侧 鞋面这两侧有贴很大的这样一块 类似几皮的皮革 包括它后跟这里也有贴一块皮革 对后跟这里也有贴一块 然后包括它细节带的这个地方也有贴这样一块 这几个地方就是啥跟普通款区分开来了 然后它这两块它是可以活动的 大家买的时候可能要注意 就是会会这样子 我不知道穿久了 它会不会变成那种很胖的那样子 但现在也还没穿也不太清楚 然后鞋身的话有很多这种固定的地方 有这种线去固定 黑色的线 这样一对比 就是这种结构的感觉就来了 包括鞋身这里也有 包括它后面固定也是用这种粉线去固定的 这里 包括它斜腰地方也是用黑线去固定 所以其他地方设计还是比较简单的 然后它斜舌这里 斜舌这里也是这种毛边的这种斜舌 然后中间这个标的话就特别长 这一双整体配色的话是蛮好看 其实这双当时买最打动我的 首先是价格 因为当时感觉就有种简陋的感觉 然后再者就是它这个颜色是比较复古的 颜色 因为它不是那种很劣质的那种白了 我比较喜欢这种复古一点的这种米白 米白这个颜色呢 关键是它这个结构款 结构款 如果是比如说山本药瓷 它好像也跟Y3U出一些背个头的鞋子 我觉得这一双的话 你说是跟某某什么设计师联名也不为过吧 那这一双我觉得是蛮超值的 当然的下一双 上面有着BHM Black History Moon 黑人历史的 这一双就是耐克 每年都会出的黑人月系列的这样一个鞋款 这一双是空军一号AF1 鞋盒就这样 旁边也有应用BHM 有好多BHM 那就这样做 这一款也是比较平价的 但是也蛮有设计感的一双 这一双买来好像700多块钱 700多块钱 我先把这个标给卡掉 用刀很危险 大家不要用刀 用剪刀 好像这一双的设计真的是蛮复杂的 这个鞋身上的材质也用了各种一大堆 首先我们看一下外观 这一双最大亮点可能就是这个鞋头 这个鞋头你能看到这种镜面效果 这边旁边还有破碎的 破碎的这样一个 这个镜面效果应该是那种类似PVC材质的 就是你用久了还是会磨掉的 会磨掉的 然后这边还有脊皮材质 有一个黄跟蓝的这样一个脊皮材质在这边 然后可能看过去第一感觉 这个鞋子怎么长毛的这么多线呢 它是有点这种流粗的感觉 也有点像那种未完成 未做完没有剪线头的那种感觉 整体看有点像那种非洲那种什么部落里面那种配色 就是脸上涂的花花绿绿的 但这一双我有时候觉得看久了又有点像同装配色 因为小朋友的鞋它可能就是这种大红大绿的这种感觉 它后面也是一个绿的 就大红大绿的感觉 那只有4个鞋带孔 有点像之前的ACW ACW像谁呢 我也不知道了 具体第一个这么做的是谁也不太清楚了 它中间是粘在一起的 并不是说像普通鞋子里面打到红里面的 但是它虽然这里有接住 但是你穿起来还是会有那么点不跟脚 它这个鞋舌这里还有个红色的小标 这个比较小的 这个叫提带 应该叫提带 这个系列我其实并不是那么感冒 我只觉得这一双鞋子700块钱买来的话 还是比较划算 因为就是一双正常的鞋子的价格 但是你又能买到这么多材质 这么有设计感的一双鞋子 而且我觉得不丑 大家觉得丑不丑 大家觉得丑不丑 丑的话就打个1 丑的话就打个2 这样子肯定就打1多了 因为大家习惯性都按1 然后它这个材质真的很复杂 中间这里鞋头 上面这里还有一层这种残翼的材质 我怎么说话大舌头了 鞋的中间部分也有一种网眼的材质 所以说它一双鞋真的拼贴了蛮多材质的 而且它鞋头的皮也是蛮软的这样一个皮 跟刚才的贝壳头一样 它都是有点那种米黄的那种鞋底 不是那种我讨厌的那种很白的那种鞋底 所以说这一双也是我买的这样一个原因 还有附赠一支笔 附赠一支笔 还有这种假鞋铲 我们靴子里就要假鞋铲 但它这个材质像类似纸的材质 它不是皮的 类似纸的还是比较劣质 就只能用劣质来给它 你可以在上面画点什么东西 然后再把这个弄到这里 放到这里这样子 就更像铜鞋的有没有 感觉小朋友随便弄弄弄弄弄弄的 这一双的话也是空军一号 柠檬色的空军一号 因为我自己之前的那双 空军一号穿的比较旧了 所以我就想换一双新的 换一双新的 但我又不想太贵 这一双是我自己改过的一双 我觉得穿的有点旧了我想换一双 这一双我当时是先蓝色蓝了一遍 然后再给它换了鞋带 然后再给它喷了一层漆 这一双 妆其实我觉得蛮好看的 我觉得蛮好看 不知道大家觉得好不好看 我后面还有这样的一个 配色的这样一个方形 当时我就想着自己好像没有亮色的这种鞋子 然后这一双又是亮色又是跟GOTES联名 然后又不贵 好像价格我当时买来才800多块钱 都是低于原价的 我觉得可以买来一试 但是我发现 因为我最近穿东西可能偏复古居多一点 都是牛仔裤什么的 所以说配色它就不是那么好搭配 但是光以鞋子来讲 因为它是一个正常鞋子价格 我觉得又有GOTES加持 这双鞋子的话低于原价的话 我觉得还是可以录的 这个系列的话 它是有好多配色的 我当时是觉得这个配色好看一点 因为它很多配色 尤其黑的配上一个金色的GOTES标 我觉得真的不是那么酷 跟狗子一样 然后这一双 我们现在大致看一下外观 我给我家猫封掉了 我家猫封了 里面的话 它又是GOTES的这样一个面料 就是能防水 GOTES面料一般都是能透气 然后又防水的 这双鞋子我估计也不例外 但这一双它包裹性这么好的话 我觉得透气性应该好到哪里去 然后它鞋面的话是有点那种编织的鞋面 皮的话会比刚才这一双要硬多了 毕竟这种偏功能性一点的鞋子 它不会做那么软的了 这很硬的真的超级硬 都赶上靴子那种 搬不断了这一双 我为什么要在这里搬鞋子呢 有点奇怪了 那就不搬了 那不搬了 然后这边也有GOTES的这样一个小标 这双整体来讲的话更中规中矩一点 其实到这里的话都是不能打开的了 就是这个鞋舌你是撬不出来很外面的 对因为考虑到防水嘛 毕竟你如果中间这么大空隙的话 其实你用了GOTES面料也无济于事嘛 后面有这样一个GOTES的刺绣 这个刺绣很粗犷的这样一个刺绣 这一双怎么讲呢 整体来讲它是双好鞋 但是真的我不好搭配 我除非穿一些比较街头一点的 但我最近穿牛仔裤嘛 这一双真的就吃灰了就一直没穿 不过最近杭州进入梅雨季节了 我觉得这一双还是可以穿一下的 于这些吵架球鞋的态度呢 我是持这样一个观点的 除非就是说我真的考虑很久了 我真的是特别喜欢了 我会去买个一两双 但我不会说看着喜欢我就是要买 要吃泡面我也要买是吧 就真的没必要 大家都成年忍了 我觉得得有克制忍耐能力是吧 不像小朋友就是说买不到什么东西 那就倒在地上就不走了是吧 那我们成年忍一下就过去了 这个钱都是会进贩子手里 就是一部分就不需要支出的这样一个鞋款 我觉得有这些钱真的买这些平价的鞋子 然后也是很耐穿的 我觉得是很香的 当然这些东西呢就是说你有钱就另讲 就是说买这个鞋子不会成为你的负担 买吵架鞋子不会成为你的负担 那就另讲 但大部分人如果你要省很多钱 才去买人家一顿饭钱 就能买到的这样一个鞋子 我是觉得是很没有必要的 Border是不是 还是小猫小猫四只脚都不用穿鞋子 是不是你就是不会被割韭菜了 不会被受智商税了是不是 B站现在人均后浪了吗 人均都这么有钱 很期的评价好物球鞋分享就到这里结束 好我们就下期再见 拜拜 或者跟观众朋友们说再见 小猫一点礼貌没有